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组队爬山 体验台湾第一高峰 登玉山之旅 为了能够顺利登顶 一放暑假 琪琪和好友们就开始慢跑与爬阶梯的体能锻炼 晴空万里的早晨 一行人准备出发了 哇 好多登山课啊 来到海拔2610公尺的塔塔加安部 见到许多的登山队伍集合 正等待高山巷岛的带领 Likubi-san 你们好 我是Novas 这是布隆族语黑熊的意思 请各位调整呼吸及步伐 不要擅自脱队哦 顶队微笑提醒 一套进山林 琪琪发现路径旁冒出一朵朵紫色的玉山沙身 随着微风轻轻摇摆 如同穿着紫色蓬蓬裙的小女孩 欢迎大家到访 滴 滴 滴 的鸟音吸引了大家 原来是一只躲在树枝上的深山鹰 由低到高 发出笛子般的声音 就像音乐课的音阶练习 琪琪感动的墨迹真美妙旋律 呼吸着轻轻的高山空气 一行人紧蹲着领队的脚步四十分钟 前进了1.7公里到达孟露亭 Dumas招呼气喘吁吁的伙伴补充水分与干粮 小镇发现在关于从活动的台湾猪雀 山巾旁还有一只活动跳跃的台湾灶梅 大家边休息边观察鸟儿活动的姿态 嘎 嘎 嘎 小镇发现高耸台湾华山松的枝崖上 有只正在着实求果的新鸭 阿松随手读出果皮想喂食 Dumas立刻上前阻止 这会吸引野生动物的好奇 养成它们翻找或讨食的习惯 造成不小心攻击人类的危险 阿松不好意思地将果皮拾起并收进背包 大家加油 我们走了快两个小时 已经前进3.3公里到达白木林 每段路程的景观各有特色哦 Dumas鼓励一行人继续前进 高山野花盛开 色彩缤纷 腕子千红 嘿嘿 都是与平地不一样的花草呢 真是漂亮 奇奇望着美丽的花草发出赞叹 欣赏这些花草时 虽想摘一片花瓣夹在笔记本留念 但不忍动手 应该要尊重山林草木 让美景留在大自然 哇哦 这是来自大海的大峭壁吗 清雪的岩床让奇奇赞叹大自然的奥妙 阿成与阿松看着壁面的深恒化石 观察起岩石表面布满特别的水波纹 空中忽然飞来一只红尾窝 站在冷山之头观望动静 小珍发现峭壁前洒落一地的黑色颗粒 惊呼 诶 谁在这里乱丢中药丸子 杜马斯笑着回答 哈哈哈哈 那是长宗山羊的奔变 他们经常在峭壁或地势窖南行走的地方活动 也喜欢在固定的地方上厕所 后方迎来几位快步通过的布农族人 他们以背带顶住头顶 拖着沉重的物品 厚实臂膀背着佛物登山客的食物 及协助急救的医疗器材 杜马斯 联盟请大家先让路也叮咛队友 注意自己或同伴是否出现高山症的症状 如果有出现头晕 恶心 后呼吸困难 走路不稳的情况 一定要立刻告诉我 随着脚步攀爬的海拔越高 空气更稀薄 一阵阵云雾环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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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烈气候与高大的台湾铁山 台湾冷山林 恭喜各位伙伴们 我们快抵达今晚住宿的排云山庄 海拔越三千四百公尺 杜马斯指着前方一栋橘红色建筑 嘿嘿 到了到了 队伍齐声雀跃欢呼 山庄里人声鼎沸 服务人员忙准备餐食提供热水 让山友享用 眼前热腾腾的食物 让人忘却一路上的疲惫 大家捧着碗 脸上浮现感谢又满足的神情 平常爱挑食的阿松说 哼哼 我一定要吃光光 第二天清晨两点 杜马斯领队便呼唤我们起床 吃完早餐就是登顶时刻 碎石坡横倒 高山空气稀薄 大家一定要专注精神慢慢走 注意身体的保暖 暗夜中有满天星辰的夜空为伴 往玉山主峰的路线 每个人头灯的灯光一盏盏接在一起 就好似一段段金黄色带子在山坡上跳舞 齐齐紧随着队伍 小心地跟上脚步气喘吁吁 天色渐渐明亮 胆小地平平惊呼 原来我黑行进的石头路边 竟然都是断崖 每个人手脚并用 以千功敬畏的心攀爬 心情激动站上台湾最高的山顶上欢呼 一行人围绕着玉山主峰碑时 合照留念 有人静静坐在岩石上 欣赏四周层叠明年的山冷县 有人在这里许下愿望 下山时 每个人更加谨慎地降稳脚步 Domas要大家拉着铁链辅助 阿诚小心翼翼前进 这碎石坡的岩石结构很特别 脚一踩就会往前滑 不小心就会跌落山谷 从碎石坡中冒出阿里山记的身影 琪琪好奇地说 那是一千元钞票上的花吗 Domas指着说 哈哈 琪琪 你仔细看 这种叶子比较短胖 叶圆缺刻处为V型是阿里山记 叶子狭长 缺刻方形才是千元大钞上的御山记 山顶的风势强烈 在下坡的路段 看到了一群长得像八爪章的御山元柏 Domas说 御山元柏为了施云山上强劲的风势 因此树干就紧跟着碎石坡生长 一年长不到一公分 所以才形成这么特别的植物景观 回程的步伐虽然轻松多了 Domas提醒我们下坡要更踏稳脚步 踩着碎石坡地 每个人心中充满拜访高山的成就感和喜悦 同学们相约 下次再一起登山 聪明的大朋友小朋友 听完的故事是不是已想拜访御山国家公园了呢 而在出发前 请先确认好装备是否齐全哟 故事里出现哪些动植物呢 让我们来认识认识它们吧 阿里山记和御山记长相类似 容易混淆 但是阿里山记的叶子短胖 呈现椭圆形 而新台币的千元大钞上 左下角的御山记 是台湾的原生种 叶子比较狭长 所以只要看清楚 就不会搞错咯 新鸭的身体呈现咖啡色 有蓝黑色的头顶及翅膀 它们喜爱挺起在高大的枕叶树顶端 而且新鸭和台湾华山松之间 有特殊的互生关系 因为台湾华山松无法靠风传播种子 都是由新鸭着实松子后来传播发芽 深山鹰也称黄腹树鹰 因为它们的腰部呈现黄色 背部 翅膀及尾羽 则呈现橄榄核色 而且有黄白色的眉巴 深山鹰肠单独在蜜草间 不停地跳跃蜜食 平气细枝时 为布什的抖动翅膀